小月 干嘛呀 把人家退墙脚 这 这不太好吧 说什么呢你 我献你三分钟之内 把我的装备全都吐出来 谁让你的破铁剑 给你啊 还有还有还有 咦 这稿子的手柄上 一股你的猪头味 然后 我献你今天晚上之前 把这个地方的泥土给填满 干嘛啦 又不是我 我出去干活了 自己注意安全 好的各位小伙伴们 欢迎来到阿阳的生存日记频道 现在已经是第六天了 不瞒你们说 现在呢 我是偷偷摸摸 趁着小月睡着以后才跑出来的 请问我出来干什么 我想聪明的小伙伴们 早就已经猜到了 那肯定不是挑战海洋神殿呢 对不对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在海洋神殿的屁股后面 隐藏着一条 废弃沉船 而今天 我将偷偷摸摸的 潜入这艘沉船 寻找藏在里面的真正宝藏 谁说没有装备 就不能冒险生存了 对于有技术的人来说 这都不叫事 希望这艘沉船下面 藏着一些能够令我满意的东西吧 因为现在是大晚上 视野可能不太好 哎呀 这船底下也太黑了吧 啥干啥呀 不对 我刚才的手 好像触摸到了 宝箱一样的道具 没错 就在这里 nice 既然是一张藏宝图 来不及在下面 检查藏宝图的真假 我要赶紧回到岸上 进行呼吸才行 太刺激了 差一点点就被困在个下面 成为逆时兄弟了 不过 虽说这种行为危险 是危险了一点 可这一次的决定 我肯定是不亏的 原因就是我手上的这张 藏宝图了 一起来期待一下 这张藏宝图里面 会有什么样的军细 在等着我吧 从藏宝图上看去 这个宝箱的位置 应该就在前面的 这座小岛上 这种比较耿直的藏宝图 就是讨人喜欢 走着兄弟们 看看这里面 到底藏着什么东西 你说这大晚上的气不气人 怎么就无缘无故 刷了两只小白 在这里镇守宝箱呢 喂喂 你个臭宝箱 再不出来 我可就这样生气了 都快把这给挖个底朝天了 你到底能不能自个儿出来啊 我给你倒计时三秒钟啊 这不就对了吗 早知道你吃软不吃硬 我何必那么麻烦呢 三颗钻石 还有一颗海洋之鲜 哇发达了发达了 你们可千万别小看 这三颗钻石啊 这三颗钻石 可是正好 给我制作一把钻石岗了 还记得我们这次 来到这个世界的使命吗 没错 那就是探索新的下界 当然据说 新的下界里面 同样也充满了危险 在我和小月的装备成型之前呢 我是不会轻易冒那个险的 可既然答应了大家要去下界 我们也肯定不会食言的 那各位小伙伴们 我们下期再见咯